居家办公或者是远距上课 在家里头没有舒适的办公课桌椅 一旦知识不良就容易肩颈下背酸痛 今天透过镜头邀请到专业的物理治疗师詹姆士 教大小朋友们来做一些简单运动 舒缓筋骨避免知识不良引起身体酸痛 三级防疫期间除了居家办公 学生也在家线上学习 不过一直盯着电脑久坐 身体多少也拉紧抱 华莲市詹姆士保健工作室物理治疗师詹姆士 这次带来三种站姿生长按摩 让民众自己在家运用三分钟时间 各做一分钟达到舒缓筋骨按摩的效果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整骨下肌的按摩 整骨下肌的位置大概在我们的整骨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头骨的最底的 最低点的位置 在这边大概是整骨下肌的肌群 我们用我们的按摩球放在我们的头后面 如果是单颗的话 等一下我们就先做单边就好 如果你是双颗的直接放着 然后我们稍微抵着我们的墙壁 然后身体站稳 这个动作最主要的是还要加一点下巴的向后收 下巴向后收之后感觉到 这个肌肉有点压迫的张力之后 微微的蹲 起 蹲 起 觉得特别紧绷的地方我们可以停住5到10秒钟没关系 之后再继续 前后动作我们可以做30秒到1分钟都没问题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胸肌的按摩运动 那我们胸大肌的位置和胸小肌的位置 大概在这个区域我们就不细分了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把手轻轻的摆在头后面 然后你的手轴向后稍微超过90度 记得你的肩膀不要突出来 是整个肩膀还是跟着向后 然后我们将球放在你的胸大肌的位置 大概在这个区域 你的墙壁之后 先将身体的重量向前压 压住 觉得有点紧绷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很痛就稍微停顿5到10秒钟 如果觉得还可以我们就可以开始 做简单的上下移动 或是左右的移动都可以 来达到按摩的效果 因为胸大肌比较大块 我们要做到1分钟到1分半钟 等一下我们要示范的是胸大肌的伸展 那胸大肌的伸展 的动作就是如果我们要伸展右手 我们的右脚在后 左脚在前 成一个弓箭布 手轻轻的放在你的头后面 注意你的大臂不用过高 水平就好 然后特别注意的是肩膀不要向前 我们一直维持在后面 所以我们等下做伸展的时候 我们的手肘轻轻靠着门框 或是你家的柱子 会做出这个动作 原地吸气吐气的时候 你的胸口和你的大腿 和你的膝盖一起向前 让你的胸口保持一个水平的向前 这个时候 然后 回来 在原地吸气 吐气出去做伸展 三 三 四 五 回来 其实我们在家里找到的一些很简单的按摩球 网球 或是家里有滚筒都可以拿来当作 按摩的工具 或是 现在流行的这个按摩枪都可以做使用 但是特别注意的就是 当你 这个按摩的地方 有几个地方比较 这个 禁忌的就是说我们的脖子的前面 不要用任何器械做按摩 再来眼睛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 骨盆区 肚子这个肚脐的这个部位 还有骨头突出 都不适合做按摩 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你在按摩的过程中有头晕 或是有不舒服的症状 请立即停下来 或是咨询就是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或是医师 然后给你的建议你再来做 基本上我们给的这些运动都是非常的安全与简单 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可以循序渐进 把动作慢慢的范围越拉越大 然后这个 这个那个 动作慢 然后次数先从少少的再慢慢增加 那一次的活动时间也不建议过长 就大概就是我建议的时间 这个一分钟到三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如果在居家的 办公的过程中我们有一张椅子 我们刚刚的运动几乎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靠墙的动作我们随便找个墙面都可以做得到 那这是我们给的六个这个很简单的运动 所以在家里在执行的上面应该难度都不高 请大家加油 好 感谢观看